创意比财尽在运通 财富指挥官 财富掌灵板 而且今天还是两件事情 迫不及待 非常重要要跟各位说 而且等一下我要跟各位讲这三个字 叫做不一样 大家所讲的机器人和静哲 今天等一下要跟各位报告的机器人 完全不一样 所以请你注意 机器人概念股绝对是好股票 但是你要听懂我的观念 所以亲爱的投资朋友 我再次跟各位强调一下 那么挥打手中的黄南勋 手中一定有一支所谓点石成金的魔法棒 那么最早期的时候 大家要注意他点到了伪创说要做A100 所以伪创的大标特标 后来说要做H100 那么换广达大标特标 最近说要做BH200 2317的鸿海 刹车都刹不住了 这么大的股票1386亿啊 所以我说过这支所谓的点金棒 点到戴尔都会上涨 戴尔跟鸿海差不多大 点到安某可以涨70几% 鸿海涨现在40几% 很正常 同样的我还要跟各位讲说 他除了点这些还包含4938的核数啦 那么这些都是我们家里现在目前 正在赚钱的股票 我就直接这么说了 各位啊 我就是要跟各位讲 因为它不是同一个时间发生 因为它是一波接着一波的上涨 我真的必须要讲说 你有没有想过去搭捷运 或去搭公车啊 假设这个捷运跟公车上面 满满都是黄金啊 你说哎呀老师这班跑掉了 对不起 后面那班上海 你还是可以赚得到钱 啊老师 伪创那个司机跑掉了 没关系广达可以让你赚钱 广达的跑掉了 神盾可以让你赚钱 神盾跑掉了 细光子可以让你赚钱 细光子没跟上 哎呦啊336 真的是336 这细光子可以让你赚钱 然后这个又没跟上 还有红海让你赚钱 你现在还要怎么样 台湾最大的机会了 赚钱跟搭公车一样容易啊 你只要看到这个魔法点睛棒 看到黄远旭往哪边挥下去的时候 你就搭那班公车那就对了 你说老师我不小心下车了 没关系 现在还有机会叫做机器人 这班公车要让你上车啊 所以请你务必无论如何 一定要赶快跟上来 你说老师哇今天开玩笑 你的所罗门啊变成所罗门王了啊 怎么一下子就飙涨停满了 6188广名怎么一下子飙涨停满了 我等一下说给你听啊 然后你说老师3498的阳城涨最多 但是有打开可不可以买回来 我等一下说给你听啊 我认为这个机器人啊 又带给我们台湾产业 特别我就直接点名洪海 特别就点名郭台平 郭台平现在不当董事长了 我就点名郭台平 我说你机会又大了 你机会又大了 所以我要怎么说呢 各位注意啊 我们今天先讲第一句话 你要看我节目一定要能够有观念 你要能感受到我要赚钱那个passion 那个热情啊 我要帮助你赚钱那个热情啊 我觉得别的节目跟我最大的分别是什么 你想想看 他们节目没有热情的 他们节目说 你看我涨停你要不要来 有没有是不是很好笑 然后有没有涨停你也不知道参加做 我现在跟你讲的是个产业 是个观念 是个热情 你有没有想要赚钱这个勇气跟热情 我昨天碰到很多年轻人啊 我晚一点再来说好了 他说他们在那买那个940 939 是买时髦的啊 那不对 买时髦不对 你这样不是赚钱的热情 因为我已经跟你讲了很多次了 00919啊 各位看到没有 群立台湾啊 你从去年11月开始出来嘛 结果答案是你买一张啊 6005的群立证啊 同一个时间你买6005的群立证呢 赚的钱比00919还多啊 表示怎样 表示你的钱都给群立证赚走啦 那干嘛买基金呢 看一下 你自己去算 群立证发行的一个基金 最后呢群立证 你买群立证赚的比那个基金更多 为什么 因为管理费啊 什么费啊 都在群立证手上啊 可以啊 你把钱给我啊 我也发行一个基金给你啊 结果后来发现 玉达头部最好赚 不 我们车员了 来赶快回来 注意啊 今天来 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非常严肃的问题 就看你要不要赚钱 各位啊 注意这两个机器人不是同一个 所以昨天这张图片 我们只是 一直一直跟你表达 说红乃有这个能力 那么 回答 黄仁勋所做出来这个机器人 跟我们电影里面那种幻想型的机器人 非常的接近 他的脚是能够弯曲 他是能够跳跃 他整个是仿生的 甚至是生成性AI的机器人 如果我们假设这个机器人 我们不要让他做太辛苦的工作 就是说让他去整理我们的仓储好不好 像现在我们有很多这种流通业的仓储 需要这个真人去整理的时候 他真的可以做到一般 可以说是 我要讲的比较 比较简单 就是一般工作里面的这些 所有的工作他通都能做 可能不能当工人的领班 我这样讲可能工人会生气 但是我真的要把这个事情跟你说 但是如果你只是会用手搬东西的一个工人的话 他真的可以完全取代你的工作 可能没办法当到领班 可能没办法当到经理 但是这里面整个仓储管理 从班的到放的 他走起一路来半夜灯关掉 看起来就跟真的人一样 这叫仿真人型的生成AI机器人 所以现在来讲的话 你就知道说为什么这次涨兴满了 好像今天报纸上点了一堆 机关 6166是不是 6166报纸上点一堆 那怎么没有涨停呢 怎么奇怪的 三商那个什么 这个银行前面的三商银 前面那几个机器人怎么没有涨停呢 大润发的怎么没涨停呢 不是那个机器人 这种叫做大润发型机器人 我顺便让你看一下 各位看一下 现在的机器人是有视觉的 你看内建视觉系统 还拥有AI技术的协作型系统 那各位达明机器人他在做什么事情 他现在在把这个所谓的PCB板上面安装晶片 安装晶片是个非常高级的工作 等于说你几乎等于是在一般的电子工厂里面做这些事情 顺便他还帮你检测 所以基本上来讲的话达明机器人的手臂已经跟我们功能 所以这次不是看一个人形 是要看你的运动程度 他的那个手臂可以运动到跟一个功能安装晶片 到这个水准了 所以各位看到没有 这是第一个 所以为什么辉达的大会里面 我想说老实说一件事 索罗门在过去 因为去做机器人 那个骨架这样的上下乱跳 我也觉得不是对他很喜欢 但是各位看到没有 他这次直接把索罗门的当成是他所谓开场白 那索罗门做了什么事情 让辉达对他这么有信心 注意哦 辉达的目标 我把这边折掉好了 这样更清楚 辉达的目标是要做出一个 他所有的动作 不好意思讲半夜走起来跟真人一样 半夜你会被他吓死 看他好像跪了 看他就是这样 走起来跟真人一样的一个东西 那这个真人一样的东西 他可以在一个场地里面 例如说大巨蛋打扫 例如说什么仓储里面整理 然后这些仓储要怎么分类 他还可以帮你思考 哎呀今天比较大的放这边 比较中的放这边 比较小的放那边 今天这个三个月的玉米放这边 两个月玉米放这边 一个月玉米放这边 他会帮你分类 那他这个 这已经是所谓的整个人形了 那当然会有一些比较小的动作 你看到没有 大家以为这个好笑的 说所罗门怎么发明一个穿鞋带机器人 我现在告诉各位一件事 我儿子四年级打棒球 因为他是左撇子 他还不会绑鞋带 所以老师看到一个 看到我去帮他绑鞋带 旁边的观众朋友好感动 绑鞋带很难 你能够绑鞋带的话 你知不知道你的技术 已经比这个晶片放上去更难了 比前面的晶片放上去更难了 还有一个 大家那个时候都在笑 说有一家叫做鸿海的 那么他希望说能够找出这个机器人 帮他做iPhone iPhone小的不对 零件越来越小 那个PC 后来真的放弃 没有办法做 所以 国董事长就说 不然这样好了 让他去做一个刀削面 做汉堡 做厨师 各位想到一件事 刀削面跟一般的面不一样 一般面抓起来一条一条的 他刀削面要削得刚刚好 第二个 削好之后还要把他捞起来 第三个 他除了做刀削面 还会做汉堡 还会做各种方面的一个餐点 然后还可以帮你思考说 你要怎么去配餐点 所以我跟各位讲说 各位注意一下下 尤其是 辉达合作的伙伴 最厉害就两家了 全世界台湾最明显就两家 一家叫什么 一家叫台积电 会不会做机器人 不会啊 所以辉达一定找谁做机器人了 所以我跟你讲说 各位注意一下下 真的是辉达真的是 非常非常厉害的公司 现在我们直接说一件事 你就把它当成我们这里面 最重要的一家公司 就像高盛讲的 辉达现在是地球上最重要的公司 是神的公司啊 好吗 所以我的节目你是不是发现 真的是给你观念 观念对了 人家问你鸿海会不会过116 拜托怎么可能不会过 我至少有B100 BH200 BH200的进去就有了 你看那个BH200一进去 连戴尔都可以跳30% 连安谋跳75% 我就跟你讲一定过 136一定过 前面的高点通通不是高点 你看 有高点吗 你只有看到一个漂亮的头肩底吧 天啊这么多年打了这么底部 当时估计只有8.56元 还告诉你我赚10.25元更好 那红准呢有机会跟 那么MS呢继续做 继续赢 光一个红海 之后观念对了就开始数掌停板了啦 观念对了就看看说 这一组赚几支掌停板 那一组赚几支掌停板了 各位看到没有 红海助阵啊 地表最强AI晶片变成最大赢家 有没有 而且呢 B100出来之后 我给你三家公司啊 我直接跟你讲 三家都在我们手上了啦 好吗 三家都在我们手上了 三家都在我们 这个我就不那么复杂去讲了好不好 其实每个老师上台都 赢一点点钱 你看 这个大涨 我觉得 我看了三十几年的头顾的节目啦 各位 我现在要问大家一件事啊 我看了三十几年的头顾节目 各位会不会觉得头顾节目真的很低级啊 我现在就直接这么说了 反正哪里有掌停板 又说哪里有掌停板 然后前文跟下文也不对题啊 然后要讲什么 反正就是照报纸念一遍 你看我讲的事情 绝对是一段时间里面最大的重点 我不会跟你讲废话的啊 我今天跟你讲 比方说我今天跟你讲1303的台塑破底 不是重点嘛 对不对 他那个 什么外资卖两百亿 头戏买两百亿 外资为了结算要压低一点嘛 外资如果买回来就过关了 这不是重点的 我不想跟你讲这个 我要讲的是大家都没有讲到的 都讲错了 哎呀 机器人 什么东西都是机器人 今天早上报纸印出来每一个都是机器人 什么这个也机器人 那个也机器人的啊 各位看到没有 8234是不是啊 这个也机器人 那个也机器人的 那我先跟你讲 为什么人家锁得很这样子 那你为什么锁不起来 现在知道答案了吧 有一天坐在上面 说不定是我配的音啊 然后他帮我做了一个跟我一模一样的机器人 应该是你看不出来那才是对的啊 完全仿真人的机器人啊 跟电影什么 啊啊啊 机器舞对吧 我不太会比 你知道那个不一样 他的关节是非常柔软的啊 这中间牵涉非常非常多的零件 而且牵涉非常高的技术 谁要负责这个技术 灰达要负责这个技术 谁要负责这个技术的外壳 这次不是台积电啊 所以我跟各位讲到各位注意 接下来的红海家族 会让各位充满想象空间 接下来的红海家族 已经带动了3406的郁金光啊 6209的金国光啊 这是什么 机器人的眼睛嘛 对不对 3D感测嘛 刚才Tina这个叫做 3D感测嘛 所以看到没有 来 你看 这里是 这里3D感测 答名好了 内建视觉效果 拥有AI技术 还有刚才那个有3D感测效果 欢迎各位 想尽办法赶快跟上来 我这边都把那个 现在正要发出去的这种 所谓载满黄金的列车 要请你上车啊 上次细光石带你上车啊 上次红海带你上车啊 上次各位看到神盾带你上车 再往前广达尾创带你上车啊 一班一班赛 你一定要等说 奇怪了 老师为什么最近这个车子不会开了 车子开一开也会没有油呢 还有人客跑去隔壁了嘛 对啊不对啊 所以你要知道这个搭车的顺序 你来找我 我说我接球接得非常好 我说我很多题材 你只有在我这边 才可以得到真正的阐述 我从来不把我的会员朋友当成 我差点讲出两个字 当成什么都不懂的 当成小学生 我都是要讲到他的 讲到整个产业他听得懂 你愿意你再过来 欢迎各位 我现在讲得够清楚了 接下来的机器人 不是你想象的机器人啊 是真的可以数钞票的银行行员 不是在门口导览的啊 是可以数钞票的银行行员啊 那手指的动作 能够数钞票就能够穿鞋带 你知道吗 欢迎你想尽办法赶快跟上来 黄静哲永远站在产业的最前端 掌停 掌停 再掌停 跟上产业就能获胜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民师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鼓动乾坤 茫茫股海资讯爆炸 您该如何掌握获利契机 运达投顾黄老师 二十八年股市经验 了解股市涨跌道理 独创ISI九大要领洗盘片线 基本面 技术面 筹码面 面面俱到 丰富的经验实力 是您最大的投资依靠 您的资金需要最大的呵护 才能掌握股市暴富的机会 黄老师唯一投资自负专线 02 2781 09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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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答投顾 真心照顾 RSI九大要领 RSI九大要领 急迫指标盲点 太弱换墙 让您改变散户的命运 订答投顾 02 2781 09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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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答投顾 真心照顾 我是气象达人彭启明 我的神水好习惯是 会把洗澡前的冷水 冲洗水通通收集起来 可以用来出马桶 还有拖地 一水多用 结尾用水从你我做起 我是中央气象局吴婉华 我的神水好习惯 是把洗漱果的水 和厨师机里收集起来的水 累积起来 原来浇花 擦拭家具还可以拖地哦 一水多用 解水可以很轻松 投资朋友 这次会害你没有赚到钱的几个基本讲法 你一定要赶快把它远离 赶快把这种收音机给它关掉 这种节目千万不要看 第一种讲法叫什么 过完点了 跳空上涨 所以等缺口回补 跳空六百多点太多了 五百六十四点太多了 不要去买 因为现在已经跳过了 一八六一九 到了历史上最高点的时刻 不要买不要买不要买 跳空了不要追 不要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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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追一直不要追 真的是为了原地踏步两百点 舍弃涨了一千五百点 第二种还是同样的讲法 今天我还是看到很多人问我 老师 不是今天哦 这几天红海涨多了 第一根涨上来就说 红海涨多了不要追 第二根涨上来不要追 第三根说 开始盘整 进入拉回 一定会拉回 然后跳空上去说 还是不要追 现在关离率过大 还是不要追 现在有上影线 今天连4938的合作都有人跟我说不要追不要追不要追 然后也2301的光宝不要追不要追 我问你一件事 你是哪一只眼睛看到光宝长很多 你先告诉我 3498的阳城 我们来到昨天好不好 先看昨天好了 你是哪一个眼睛看他长很多啊 6188广明 来看一下 你是从哪边啊 看到他长很多啊 昨天啊 我们不是讲今天啊 索罗门都第一根耶 10%拉回3%你就说这样很多 如果你连这个都还没搞清楚我哪里没辙 结果为了3%后面100%涨一倍不用赚 再往前一样啊 来 那个上拳72块 不要追不要追不要追 第一天涨停 然后这边盘整 这边跳空不要追不要追不要追 也是为了上面的盘整下面都不赚 总有一天他会盘整 总有一天会拉回 从这里72块就不要追 80不要追 一路不要追 你是不是从去年到现在为止 都一直在听到这种话 那不要买这种所谓强势的股票 我们去买那个 将来一定会被发现它的价值 我就跟你讲 拜登现在在打通盟 你要在想什么 大家只是会觉得说 哎呦我追上去的时候 好像前面有个人 对不对 是要什么形容 前面有人先买了 问题是来了 我问你一件事啊 前面才第一根而已 你觉得盘了这么久 然后辉达现在要拼了命下去 做机器人呢 开一下就收工了 你看辉达的股票 这只这么大涨这么多啊 所以机器人一天收工 往前推 这里涨多少 六倍啊 一天就收工了 四倍半啊 一天就收工了 然后呢 都不要追嘛 台积电不要追 不要追 不要追 对吗 结果呢 台积电688下车 688以前停损 不要追 不要追 然后呢 封装测试 是不是 这一张就是 就是今年台湾最好的机会了 日月光几十年没涨了 不要理他 是吗 都是讲这个 日月光现在 你看嘛 我讲了他会盘整废话 你从这一路讲盘整 就算 你每天都讲说黄继哲 有一天会跌倒 有一天会跌倒给你看 我上次骑脚车 骑了 我骑了五十几年脚车 第一次跌倒 对不对 真的是有的时候 你不能因为这种 阴噎废实 因为这种废话 就忘记你要做的事情 对吧 因为你做生意可能会失败 所以一辈子不要做生意 因为你上班可能会被开除 所以一辈子不要上班 因为你过马路可能不小心 会被车子 乱讲 走路不小心会跌倒 所以永远不要走路 这不对嘛 这行情这么健康 那个指挥棒一到的时候 那个就是涨上去 指挥棒一到就是涨上去 看到没有 细光子不要追不要追不要追 不要追 哪怕这个吴田律 人家日月光的老板 日月光老板跟你讲五到十年会成 然后刘德英 魏哲家 魏哲家还成立一个部门 叫做所谓的细光子部门 你就说这个不要追不要追 这个 他看好你还不看好 你还想怎样啊 他看好你还不看好 那你想怎样 回答叫你赚钱你不赚钱你要人家怎样 所以我常常讲一句话 股票市场里面真正会带你赚钱的有限 自己都看不懂 我说句不好意思听一点的话 很多人自己都没有这种所谓的雄心壮志没有想象力 甚至你常常看晚上那些节目我就直接批评了 晚上很多分析师上通告的 那种我是讲比较直接一点的话 他上通告一次才几千块 我们公司随便一个人都赚得比较多 你跟这种人在讲分析 我是可以逛街就买一间房子的 你怎么跟他们讲 我常常有的时候讲一个笑话 说我跟他们坐在一起 好像老板跟老板跟那个来应征的 气势完全不一样 有资金的请你看到我这个节目 也不要去看那个00940 00940后来我问很多年轻人 他们说那个是买来时髦的 我甚至这么讲一件事 不管00939 940 941 942 总会有一个 万一有一个拉回的时候 你看这边的基金全部不见了 但是各位注意到一件事 就算是940 我还是讲那个笑话给你听 你不要等到半年之后发现说 原来元大发明940 我还不如买2885的元大证 比较容易赚 我买群力证比那个 比群力证 群力的00919还赚 因为你把手 一千亿给他4亿 他光那4亿 一分之吓死你 你不一定赚钱 他已经先赚了 知道吗 来注意哦 灰达要做机器人 注意灰达要做机器人 请问谁最可能 他连所罗门都早去了 但当然就是他了 他最可能 基本上他跟辉达关系也好 上游到下游没问题 机器人最大受益量也出来了 我上一次比这个的时候 各位看到没有 阳城就这么上去了 好 阳城打开可不可以再买回来 你自己做决定哦 我没讲可不可以或不可以 我认为应该还可以啊 因为将来要做这个机器人 因为他是一个非常高端的机器人 鸿海一定把他所有 做过机器人全部集合在一起啊 头发同意 我的华汉 最近也在讲机器人了 他以前也不在讲机器人的 欢迎各位想尽办法赶快跟上来 接下来逼200之后 你以为没东西了 我告诉你 机器人就是各位现在 挥打点出来的新的点睛棒 你跟上点睛棒的列色 一棒接一棒 一台接一台 掌停 掌停 再掌停 有决心 你就能够得到财富 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胜评估并自负 投资风险 人生动不动都在竞争 动不动就爱水烦牛 黄静哲老师声明书 近来网络诈骗猖獗 利用黄静哲肖向发送赖讯息 提供不时的股票分析意见 或推荐建议 诈骗投资人 请投资人勿受骗上当 若有疑问 请拨打运达投顾公司电话 022781 0909确认 以免权益受损 茫茫股海资讯爆炸 您该如何掌握获利契机 运达投顾黄老师 28年股市经验 了解股市涨跌道理 独创拍摄九大要领 洗盘片线 基本面 技术面 筹码面 面面俱到 丰富的经验实力 是您最大的投资依靠 您的资金需要最大的呵护 才能掌握股市暴富的机会 黄老师唯一投资自负专线 022781 0909 278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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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09 净答同步 真心照顾 1301 32199 2209 Silibza